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断地去学习 不断地去提升自我的记忆 追求完美 文化内涵 五环同心实际上还有一个想法就是希望全世界人民在奥林匹克精神的感召之下 能够团结在一起共同分享冬奥的快乐相互理解共生共荣 除了这个之外 正面还做了祥云文跟冰雪文 祥云文就是这08年的祥云文联系上 冰雪文又能体现冬奥会的一些特点 奖牌上面的冰雪文元素来自于瓷器上面的一个开片的呈现 冰列文就是开片里面的最南高制一种品种 冰雪文在中国陶瓷史上并不陌生 是古代龙泉金瓷中的一个品种 素有文是冰列为上的美语 然而冰列文最初的产生其实是瓷器烧制的一种缺陷 由于瓷胚和有膨胀系数不同 被烧后冷却时又曾收缩率大 瓷器用面上便会出现一种自然开裂的现象 相传这种现象最少持续三年以上 甚至有考古专家 从千年前的瓷器文物随着时间的推移 还伴有开片现象的持续 瓷器日旧青年形成的列文 不仅展示出无限的自然美 也是永恒艺术生命力的诠释 冰列文代表着长城与延续 雪花代表着纯洁与坚守 而冰雪文它表达了对未来美好期盼 与梦想的坚守 预祝2022北京冬奥会取得圆满成功 也祝愿我们冰雪建额超越自我 摘金夺盈 共与王冰雪梦一起向未来 祝了 祝您 祝您 感谢观看